現在我們測試Headcard Search PIVM PV1000的Dry Contact 訊號 從而了解它的Search Base 有沒有問題 我們接駁了訊號線到Tabu 上 延遲情況四個Search 安裝好之後 它的WF必須是分開的 而分開之後 它會顯示沒有暗數 即是代表Search 正常 Base 正常 而如果我們現在拔開了其中一隻Search 的模組 它會 detect 到這邊沒有了Search 從而會埋藏這份刀 埋藏了這個Dry Contact 刀 令到它有暗數出現 而這個暗數是一個小暗數 即是代表它痛了 那我嘗試拔開L 正這份刀 拿下這個Search 抹開了 它這份刀也埋藏了 令到它變得通了 所以這個暗數會小了 那這個是正常的情況 那我把它裝上去 然後L-Pi 加這個L-Dim 加這個 抹開了 它也是埋藏了刀 令到它變得通了 所以證明這個位置的Contact Signal Contact 是正常的 之後L-Pi 同樣 這隻L-Pi 也是正常的 之後L-Pi 同樣 它也是正常的 這個測試可以測試我的Search 是正常的 還有我的Search 這個底座 也是正常的 可以交回Signal 出來的 正常的 可以交回Signal 出來的 是正常的 我可以交回Signal